如是即以 是心无体相冲突 分解 若此心无体相 则心无所在 一切无找终不能成立 以无体相就是无物 也就是无物 就是没有找或不找的性质 因此也就没有论辩 它是有所找 或者是无所找的必要 连性体都没有 大米 若此心有体相 若此心有体相 以此推论 一既有体相一定有处所 二既有处所 则定非无所找 有处所就一定有所找 可以言说吗 分解 若此心有体相 则心无所在 一切无找终不能成立 总结 不论心有体相 或者是无体相 心无所在 一切无找终不得成立 这第七处 好 我们呢 课程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都很辛苦了 好 诸位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底下师父念 消灾的 大经 若欲忏悔灭罪 或欲行出示善法 力大功德 欢迎随喜畅录 大佛顶手楞严金 VCD DVD 法师需及时 良机不可失 若欲发行者 请清洽高雄文书讲堂 或以画博方式 著名注入楞严金光碟 邮局画播账号 零四七八九八五一 顾名零一千 惠律法师俗名 人生难得经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利友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播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画为实 实画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 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